今天约了位朋友一起逛集市 刚好跟他学习了一下 GoPro的拍摄经验 看看这个像不像航拍镜头啊 这个集市已经逛两个多小时了 买了一些不错的东西 请大家收看上一集 你发现它的色调特别漂亮 王冲你的手表我借一下 你看 这如果是在一个店里面 摆一个手表 它的色调配合这种东西 质感的冲突 特别好 特别好看 谢谢 现在是12点多 我们刚吃完午饭 继续往前逛 这卡子都便宜 还100块钱 是吧 竹子的 其实还挺好的 朋友买了一个这个回家用 这是确实挺便宜的 好看吗 这个好看 我觉得 这有些东西你说不出来 就是那种 对 这个整个造型的处理 而且这个塑膠粒 朋友带了一个三米的长肝 看这gopro10这长肝是不是有点横拍效果 我觉得挺不错的 也准备买一个 刚好给大家看看这个集市的全貌 我是吴晨 现在是日本京都东四红法市现场 每周都会带大家一起逛逛集市 看看各种各样的古物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频道 以免在人群中失散 这应该不是一本吧 这一份份卖 一份份卖 一份一份卖 一份一份卖 一份卖 不错一份卖 不错一份卖 台北跟台南 那我们是台南种 就是说用煮水煮 南部种 我们不叫就南部种北 那我们是用水煮的 大概煮一个小时 20个钟左右 那如果北部的话呢 是用蒸的 这特色的哈 对对对 好 回去尝尝 主要是现在吃饱了 要不然可以在这吃 你看回去的时候蒸 如果没有要吃的话 冷冻起来 明天可以吧 明天吃可以的 好的 好的 谢谢 对啊 我们 你要吃肉饭吗 要吃冬的 我现在实在太饱了 要早点看就在这吃了 对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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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应该是好吃的 应该是好吃的 谢谢 一克 钱 你给一下 谢谢 你尝尝 谢谢 可以给个名片 如果京都的话 可以到你那里吃 这个 拍一下 哦 拍一下可以 那个 如果马仕的的话 马仕送一 好 谢谢 好 谢谢 你们给我好吃的吗 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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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五姐大了 干五姐快乐 太贵了 太贵了 是挺贵的 搞不好挺好吃的 尝尝 很贵啊 25 25 25 以前就30 现在费率低了 这个 这是那个下缝 一般是手工制的 因为它特别硬嘛 很难用机枝 就是老式的织布机 一条一条 哦 那那个缩 然后来会穿上 这是当茶席用的 一般 国内厨大家用来做茶席 价格还行吗 是吧 你看它这麻多漂亮 我每次都喜欢 我就跟你说过 我第一次来京都 然后印象最深就是这个摊位 后来还做了个梦 回来回家以后做梦 梦姐这个摊 然后就觉得太好看 我说要能住在这就好了 谁老看呢 其实也没什么用 买这些 这看着特美 我觉得 我都想出生在这游城 对对对 后来就选择定了 你看它这麻多好漂亮 咱俩几几年认识了 哇 三年了 不止三年 应该有六年了 对 我们认识有六年了 然后呢 其实没见过 没有 我们在日本 第一次见面在日本 第一次见面在我们家 在日本 我卖他那样自行车 哈哈哈 感谢 完了以后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 就在这个集市 我在这来拍 跟着帮助逛集市 绝对没错 我们拍这视频 然后他这个是茶 日本茶这方面专家 刚好我也不太好 我能做一点 做点茶器 所以这次我就好几多东西在请教他 他也开始做YouTube了 现在现在已经上了吗 马上马上就可以 一段视频吧 日本生活学习 他在这边留学 嗯 好吧 茶不敢说懂 但是茶器 茶空间 我还可以 将来在日本也做一个 你想以后在日本干嘛 将来就在京都的郊区 我要做一个空间 然后由我自己的茶室 然后跟着帮助逃到的一些好的物件 都在里面沉进去 那行 那以后你大概几年能实现这院了 五年三年 嗯 两年可以了 那太棒了 两年后就要实施才行 好啊 那我们历此为证 两年以后 我们去他的茶空间去做一个好 好好好 我努力 好嘞好嘞 去游城 是吧 是吧 他摆起来很漂亮 对 像你的客人他们如果开店 或者游入空间 里面加上油 然后灯芯 那个灯绳 灯绳 红在里面会吸油 然后一个 挺好看的 嗯 有点像中国那种德化 德化白痴的感觉 这是一起的 哦 一体的 哦 然后开始挂起来 对 然后就是 好 就一个夜里的那个小闭灯一样 一对老猪帘子 叫玉帘 很传统很清爽 也很风雅 作为合适的软隔断 很有装饰效果 价钱的也不便宜 一个就是一万多 就人民币大概一千左右吧 还不是一对的价格 年糊都不太喜欢吃 但是好多人都喜欢吃这个 章鱼酱 什么任何的烧 都是差不多的 对对对 都是这个味道 都是那个相互的 我是不习惯 嗯 但是他们的那炸 炸的东西 比如炸鸡 我一开始在国内不吃嘛 在这边 我吃过一两次 真的炸的特别好 然后就开始 喜欢炸鸡了 原来炸鸡一点都接受不来了 对对对 可以放这个 对对对 可以放这个 对对对 快去吧 嗯 这屋里好像缺这么一个东西 上次卖了一幅画 本来有些小画挂的 挺好看 然后把这个挂上去 特别厚 吃饭放个小面包 家里那么多呢 便当的 便当盒 便当盒 这种老的便当盒 大概将近一百年了 做工非常精细 但是价格也很贵 这大概是两三万块钱呢 就人民币一千多 将近两千 不吃了 吃了 吃了 这个 房厨 你看这也是卖勺的 你看西二瓶买的 这竹子便当盒也挺好的 我喜欢那个 那个杯子 没放吃的杯子 这个小壶好像是名家做的 非常贵 大概五万多块钱 人民币三千左右了 今天和朋友一起逛集市 还分享给我很多GoPro使用经验 非常开心 谢谢大家 过几天 请收看购入品介绍 感谢观看